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时间因为MCO的关系 然后再加上现在大家的训练方法都比较不一样了 所以请到你上来 首先我们先针对你现在的title 你的头衔来稍微的解释一下 教练总监跟我们其实以往有认识的总教练 与总的总教练 它两者有分别吗 其实在职务方面 还有所带上的责任方面 其实大概是一样的 但是现在可能就是我们每一个主别 比如说主别的意思就是男单主 女单主 男双 女双 还有混双 他们本身的主教练 我们也是统称总教练 所以就是男单总教练 女单总教练 对 所以从我进来之前 他已经是这个架构 所以大致上其实大概的工作范围 和以前的总教练其实是一样的 OK 所以你就是所有总教练的总监 所以现在我们就统称国家队的教练总监了 所以这两年怎么样过得还好吗 OK 好 还好 还好 算是你的预期范围之内的表现吗 可能是比我预期的还稍微进度可能有慢了一点点 是因为疫情 疫情是一回事 那么可能就是之前进来可能就是大概有一个计划 要怎么样的向前 把整个团队的成绩向前推 那么当然也有时候也会忽略了某一些细节 就是会能够要注意的 还有要一个过程去消化和创造另外一个文化 各方面的东西都需要多了 比较多了一点的时间 那当然你本来就应该对每个项目应该有一个期待的 对吧 就是说男单应该可以怎么样进步 女单应该怎么样 可是纵观现在五项的进度 可能其他项目我们觉得还不错 但只是女队可能稍微的比较弱一点点 尤其是我们看到女单只有一个人是能够排名在前50名的 而且大家对我们国家队的感觉 就是女单一直以来都没有办法挤进这个列墙里面 所以你怎么看待呢 其实确实是这种情况 因为之前一直来我们的这个传统的比较弱项 当然之前有黄妙珠 她确实是比较顶尖的一个我们的历史上其中一个最强最好的一个女单 那么但是过后呢 就直接提人却没有用上来 当然之前我们还有郭敬畏 郭敬畏 那么她呢之前最高的排名也是排到20多 但是因为就是因为身体的状态 那么她就稍微的修养了一下身体 然后现在是渐渐的在恢复当中 那么也看见她确实是很努力的重新把自己的位置重新 争取 向前争取 那么我们也非常期待她接下来的这个恢复 能够以这个Sonia能够希望他们能够 还有Kisona就是三个能够携手 把这个女单的成绩再往上推 这样子 所以接着下来呢 应该寄望还是在谢苏牙 Kisona跟吴景卫的身上 对 那其他的单元 其他的这个项目方面呢 男单男双 男单方面当然我们看见就是 指甲渐渐的有成型了 就是有有一个大将的大将之风 当然她的进步是有目共组的 在一年里面去年的2019年的1月份 到2019年的12月份 她是从排名世界排名42上升到第13 那么在今年3月份 她在往上进了三个位置 就是排到世界排名第10 就是全英赛之后 所以我觉得这个进展 她的进展是健康的 而且是非常不错 她是一个超越我期待的一个球员 她的进步 大家都很期待 男单的项目 那么接下来可能就是 俊瑞 他也是江俊瑞 就是他也是年初的时候 有几个比赛也是打得不错 当然就是现在是主要就是 他的排名有点偏低 就是排名在第70多方面 所以有些500 750系列的比赛她暂时没办法参加 所以也是我们会 教练团会想办法去把它往前推 希望这个成绩在一些中层的比赛里面 她能够创造出一些争取好一些有的机会 把成绩争取下来 然后把排名往上挤 挤上去的前30多那边 那么她就能够光明正大地去打一些750 甚至是1000的比赛 那么那时候才是真正考验她的能力的时候 现在这个只是一个过渡区 而这个过渡区他们必须蹭过去 好 男双的部分呢 我们男双其实一直来都有好几支组合 是被瞩目的 是 比如说Aaron和韦伊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国家队里面 还有就是Izulin 还有这个 吴斯菲 那么当然我们也是先说Aaron和韦伊 那么他们从之前的排名20多 2019年初的时候到现在是排名世界第9 那么他们也是有一定的进步 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当然 这些年轻群人里面 他们还是还有挺大的进步空间 那么我们也是不断的以那个目标来去 辨测我们自己的这个训练计划 以及他们的这个进度 是 那你觉得像谢定峰跟苏伟毅这样的一个水平 是能够超越我们对像双位组合这样的期待的吗 我们会以那个高度来作为一个目标 当然国家队嘛 就是而且我们是马来西亚队 那么马来西亚队 男单男双就是主干力量嘛 我们一定会以最高的标准来要求我们的球员 所有的训练甚至是年轻群人进来国家队的目标和目的 都要以我们教练团和甚至是以一种的这个大方向啊是吻合的 嗯而我们的我们的目标当然就是这各个项目里面至少一定要争取去到世界前四 OK 这个是所谓啊至少你要有那个底蕴 嗯那么另外第二单或者第二双甚至是第三单第三双也得有这个世界前二十的这个实力 那么我们才能够有本钱去说我们是一个以求强国甚至是有足够的这个板凳子力量 就是这个后背力量 是能够让人家看到就是我们是按部就班的 呃有有一批接一批的年轻群人去呃向前冲 是就是我们实力呢必须要是持久性的 可以一直不断的会呃推成出新啦或者是会有新的力量接上 那还记得呢我们谈到奥运银牌我们除了男单啊我们就是男双跟混双 是那现在的混双又是如何呢 现在的混双我们还是靠这个呃顺发和呃 杰敏 杰敏还有就是呃建敏和这个赖培军 赖培军那么他们为为主干的这个这个力量 当然呃后面呃后班戎还有这个呃谢以西 他们也是也是展现了挺不错的这个实力 嗯所以我们是希望就是通过这个以老代新的这个这个过程呢 尽快的把他们的成绩再努力的去往前推一推这样子 嗯所以其实我们哈对这个双打的这个组合其实是呃抱着很大的期待的 不过有时候呢在想哈当这些组合配搭太久了会不会说其实是可能有一个所谓的瓶颈 嗯那么呃教练团会不会有想过哎可能是拆对啊或者是混搭的方式 这些是曾经有出现在教练团的脑袋想法里面的吗 嗯暂时来说我们还没有往这个方向去走因为我们觉得呃 需要从各个角度来看呃首先第一个角度就是他们个别的这个潜能有没有被 我们教练团去呃最大化的去呃激发出来激发出来那个是首先的首要 那么激发出来之后这个他的最最呃最大的潜能被激发出来之后那么他们的配合上面如果真的出现在那一个高度还就有出现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考虑嗯但是如果在这个现在这个平台还没有必必激发他们的潜能的情况之下 我们还无从知道就是到底他们的稳他们他们的不稳和度是因为 个人实力不足嗯还是因为大家沟通不足嗯 嗯所以沟通是一个问题嗯 个别的实力嗯也是一个另外一个潜在的这个基础问题嗯那么如果 第一个基础问题先解决了那么我们再看 思维上的这个战术配合问题还有就是可能就是人家讲这是 心理上的一些一些数字嗯他们足不够强悍是能不能够面对强大的压力是能不能够承担起强大的责任感 嗯那么这个方面的东西呢都是都是我们一步一步需要去去探讨嗯和考验我们的这个球员的东西的因素OK四年前的这个奥运呢我们拿到了三面的银牌哈那如果我们现在以外观人来看的话呢就觉得我们现在的国家队里面的球员应该还没有追上当初的那个水平那你觉得四年前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可以拿到那么好的成绩呃那个是个别球员的一些特质还是说 其实那个时候的训练方法啦甚至是整个呃技术跟战略上都成效的我觉得当然这个这个呃这个呃这个credit当然是需要呃给予呃当时的这个团队嗯还有就是当时个别球员本身的努力那么这个是离开这些时候都不行的嗯当然呃后面呃呃还有一些呃呃呃临场的一些表表现 还有这些一些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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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辈球员 那么在他的带领之下 军性比较稳 士气也比较高 而且这一批球员都 那时候去 征战的球员都已经 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年纪 二十六七岁那边吧 所以可以看见 那时候已经是 淡大粮的一个阶段了 刚好就是 所有的时机都刚刚好 所以现在来说 这批球员 球龄上面有点偏年轻 而且另外一个关键点就是 他们的球龄 在我来说再说细一点的话 就是他们在世界排名 十多到世界排名 第十的这一个球龄 有点偏嫩 就是说你可以打很多年球 但是如果你一直排在 30多40多50多的话 很快就要被淘汰 这个水平 可能说你会被淘汰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真正接触到 顶尖的战术思维 还有这是所必须打这个水准的球 所必须拥有的一些技术 这领悟可能还没到那边 当你领悟到了那个位置之后 可能你还需要沉淀一下 消化一下 还有面对这些顶尖权的一些刁难 吃一些应该吃的败杖 来巩固你的战术思维 还有你的这个预防能力 那么这些当你沉淀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是人家说感觉到你的步伐站稳了 在这个高度 明白 那么有时候你说可能他们能够碰到 碰到但是稳不住 他们会掉 那么所以说我们现在的球员呢 他们就是有点暂时在漂浮之中呢 渐渐的往上爬 但是呢在这个高度的球员还是有点嫩 所以所以就是说有些关键时候 他们会有些主动事物那些东西 就是有时候是可能在这个高度的速度 和刺激度里面呢 他们还心脏很不够强大 那么这个时候是需要我们在旁观者 就是我们教练有时候就是一个旁观者 怎么样去启发鼓励和带动 和给他们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这有很多的解决方案 有些是怎么样散开对方的强项 来为主办 另外一个是怎么正面迎接对方的强项 以应对应碰应 各个方向都有它的好处 有些是短期的好处 短期的好处就是怎么散开对方的 最强的一些攻击那些东西 那些是短期的 中长期我们要我们球员的硬实力成长的话 我们一定必须的令他们的一些 绝对硬碰硬的一些实力 跟对方直接有能力去对抗 对着干而且不怕 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把一个底蕴 就是能够稳下来 OK好 那可能有些朋友刚刚在加入我们 为大家来呈现的就是我们 马来西亚全体育网为大家做的每周语论 每个星期我们都会有不同的 跟羽毛球相关的消息给大家做报告 那这一期我们特别请到了 马来西亚国家队的 余总的教练总监黄宗翰 来给大家谈一谈 现在的我国国家队的情况 那么综合你刚刚说的那些 明年就是东京奥运了 虽然我们不知道 最后举办的所谓的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 但不管我们先当做 它是会在定时年终的时候 就是上演的 那么你觉得我们的成数 或者是我们的胜率 致胜率有多高 然后你的目标是什么 说真的我们是以一个年轻团队 去冲击这个奥运会的心态去打 而且我也希望我们的球员 要有一个出身制度 不怕虎的心态去拼 当然我们还是以一个冲击 奖牌的目标去冲 去念 还有这个信念去应付接下来的这些 这些备战状态 机会是有的 可能就是比较大的机会在于 男单 男霜 甚至是混霜 对 混霜 但是我们觉得 这个期待呢 还是必须有一个硬实力在后面为基础来支撑 才能说得上是一个能够完成的一个目标 所以现在这个阶段我们是不断的在强化我们本身球员的一些硬实力 因为始终 始终 如我刚才说的是 他们 接近了 有一些 有时候有 经常性的会有些闪亮之作 但是 如果能够让人家一种非常强悍 稳稳的站在前世 让人家来冲进你的那个位置 我觉得我们还暂时还不到那边 OK 那如果我们为国家队定下一个所谓的奖牌目标 你觉得对现在的年轻跟新球员来讲 是压力 还是推动力呢 我觉得 这个目标我们谈或不谈 其实它都存在 OK 那么本身来说 作为球员来说 我们应该是去 引导他们怎么样去正面 面对恐惧感 面对压力 面对责任 那么这个是一个成熟的球员 必须理解的 而我们的球员可能他们球龄一点年轻 但是 就是更加因为 他整个一种的结构需要我们这些教练 还有这些身边的一些 对的人士去引导和带领他们 去让他们更快的心智上能够成熟 能够懂得自我判断 能够有很好的 经常能够做出很好的判断去 创造出好的解决方案 那么这个是关系到 球员本身能够遇到难题的时候 那个毅力会特别强悍 因为他们习惯了 面对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对我们来说 其实我们是欢迎球员去 面对这些压力 当然中间 可能经常性的面对这些压力 有时候他们蹭得过去 有时候他们蹭不过去 但是 每一次蹭不过去 都是他们学习的机会 所以主要是看我们怎么去看 如果我们是 比较负面的去评价他们 比较消极的 对 评价他们 那么他们就 我们就失去了一个 很好的机会和平台去 去让他们变得更强悍 其实每一个机会 成以拜都好 都有一个机会去 令我们的权力变得更强 OK 好 那我们谈过了国家队里面的运动员 也谈谈自由人了 我们在冲击奥运的时候 我们还是需要看看 这个自由人能不能够给我们 不管是国家队也好 国家也好 带来一个助力 那你觉得现在 跟自由人的合作如何呢 之前我们有 就是从MCO之前 今年年初 我们已经开始安排了 他们被选上的 就是在国家体委理事会里面的 一个名单里面的就员 就是说 美生 双维组合 还有刘英和秉顺 他们都会 一个星期会与我们 有两次的锻炼 那个是 在里面主要是他们之前的一些 困扰着他们的 就是比如说 对抗了一些对手 各方面的 是Sparring 各方面的东西 所以我们是 完成这一个 所缺少的一个环节 那么接着 我们那时候安排 备战汤杯的时候 我们也邀请汤杯的 这个 就是 短名单里面的一些 一些 球员 跟我们 长期性的 一起训练 来 来 来增加大家的配合 来达到一个双赢的 一个局面 那么 这个效果 那当时来说 也是不错的 大家的 大家的评价都挺 挺正面的 在这一方面 我们也是 渐渐的去尽量 以 马来西亚 以毛球的 这个发展为大 大前提的情况 接下来去 去做一些 一些安排 如果有人说 这样子感觉上 好像是 与种依赖 或者是需要 自由人 你会认同吗 我觉得 各种的 这个观点都会有 但是最重要是 我们是在 这一个位置 做决定的人 我们必须得 做决定 到每一个时刻 我们必须得 在一和二里面 选一个 而我们的决定 必须是以 国家利益为主 那么 如果这个决定 是符合国家利益 中长期的 发展的一个决定 那么 我们就必须去做 那么可能 同时间 任何一个决定 都会有不同的意见 那么 我们必须去 那个是 我们必须承受的 其中一部分 我觉得 正面的 我们就去 聆听 那么负面 我们也 引以为鉴 这样的 OK 好 既然是说到 做决定 你这个位置 应该是蛮难做的 因为 上面我们看到 有教练与训练委员会 下方有很多球员 球员 其实对他们来说 他们经常 可能会有各种的意见 因为他们都是 以自己表现 打比赛 出发点 对 有没有得到照顾 做一个出发点 那么可能 教练与训练委员会 可能就是比较 在策略上 整体上 或者是国家 政策发展上 来看待 所以你看 那个两个 看法跟角度 观点完全不一样 你在中间 大部分时间 都会很难做 其实 就是这个责任 本身就在那边 那么 我能够说的就是 每个人的意见 都是存在的 而且就 比如 比方说 你说 球员会以本身的 这个角度 来出发点来看 看待一个事情 看待一个决定 这也很合理 很合理 那么教练团就是会说 我也想我的球员 能够念得舒服 打得开心 期待他们 以这个为基础 能够创造更好的成绩 那么如果 可能经常性的 否定球员的一些意见 是不是球员本身觉得 自己就变成一个 被动机械性的 一个运动员 他们说 既然我任何的决定 都没有被接纳 那么算吧 我就不说了 那么 也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的这个位置 怎么创造一个平衡点 就是说 国家 以毛球的发展的大方向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 清楚的目标 中长期 这个是所有人的一个指标 那么在这一个下面的 日常训练的 每一天的训练的运作上面 我们必须细微的去观察球员的反应 我们必须让球员了解 在这个大方向的趋势里面 那么我们应该以什么的态度和角度 去训练和去配合这个方向 那么当然你的意见里面 我们可能有一个重则点 就是说我们以这个方法来处理 那么当然必须得合理 就是其实大家多一点点的同理心 还有多一点点的换位思考的 这个能力的话 我觉得其实都能够理解 那现在球员最多向你反应的 就是他们现在最关注的 或是最在乎的是什么 其实球员很多时候 就是现在最关注 就是觉得 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之下 都非常不习惯 因为我们都习惯了一年出战 征战 十五六个比赛 甚至到二十个比赛 突然间就完全就是停下来呢 那么那种那种 那种心情 还有这个身体的这个频率 就是被打乱的很严重 而且那种耐心的考验 也非常 非常 非常严毯的 其实非常难 对非常难 所以我们也在这个心理辅导方面 下了很多的这个苦工 还有在训练计划 以及配合中间的一些 一些 一些暂停的一些 一些节目 就是让他们能够身心 有些调整 不会 不会把他们拉得太紧 这个方面的 其实不只是身体上面 而且他们的心理上面的 一些 一些 一些绷紧度 有时候是当你念得很好 状态很好的时候 你就是得 把这种 存继下来的 累积下来的一些能量 通过战场发挥出来 当你发挥不出来的时候 你会有点撑不下去 因为训练本身是痛苦的 是 有时候 它是煎熬的 而且它是对身体是一种劳损 而这种劳损需要通过 某一种的激励 来让你有种延伸下去的那种 那种 那种 期待 还有那种 那种毅力 而没有比赛的时候 有时候球员就会有点状态下降 是 那么我们会适度的允许 因为这种允许是让他们有种反弹 那么而当蹦得太紧之后 球员会变得反躁 就是脾气会可能很 很不 不稳定 很不稳定 那么这个就是本身 因为他们是 应该是本身就是带着一种吸血的一种狼 是 他们是 是战斗型的吗 是战斗型的 而不是 娱乐型的 所以这种战斗型的 所以我必须适当的让他们去 战斗 去战斗 如果不行的情况之下 我们怎么样把他们通过一些内部的比赛调整 让他们这种 这种 这种兜性 发挥出来 所以就说到了内部比赛 所以这次其实也举办了好几个内部比赛 包括汤杯模拟赛 会长杯 还有等等的比赛 你整体来看 他有达到预期般的效果吗 尤其是一开始的时候 打对内赛的时候 就有球员受伤 然后看起来大家 我们感到担忧了 是不是太久没有比赛了 所以很容易受伤 所以怎么样呢 因为这样子的队内比赛 因为之前的比赛的频率 我们很少举行的 在追回很久以前 我觉得有好多年已经没举办 所以有些经验 还有球员本身的那种体验 我们得重新去抓一抓 所以当时我们总结一下 可能就是当时的比赛 尤其是男单方面 他的这个竞争的这个程度 太激烈了 所以有时候就是 每天连半两场 对他们来说 是消耗是 确实是有点紧 所以接下来 小的那个小孩子 小小的球员 打我们的这个 后备球员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就安排了 可能一天又会打两场 第二天我们打一场 接下来又再重新打两场 那么就是把这个 比赛的频率 稍微的调了一下 就是让他们 让他们有一个空间 能够以最正实的实力 去展现他们的能力和水平 那么这些都是 都是我们以准在重新 去领悟一下 因为有些东西 过了很多年 也换了不同的人 所以有些东西 我们得重新掌握 就是来协助球员 通过这些比赛 去调整 去体验 还有去重新 去稳住他们的 这个训练的心 好 那反正说到比赛了 看来我们接下来就是期待 明年1月份的 这个泰国两场的比赛 两场的超级线赛 还有就是年终总决赛 所以现在 余总内部的出队的状况 跟决定是怎么样的 我们基本就是这个 去东京之路 我们去RTT 这个Route to Tokyo 的这一批球员 基本上都已经报名了 那么当然我们也会把一些 排名接近的球员 也已经报上去了 就是看看就是有没有一个机会 就是如果有些 有些运动员 有些球员没参赛 我们有一个机会 能够帮他们挤进去 那么通过 希望通过能有的 所有能有的机会 我们都尽量允许他们去打 会不会担心到最后 万一我们的国家的政策 不让我们出队 你有这个心理准备吗 也有可能 所以有些东西是 现在的问题就是 不一定在于到底球员 有准备或没准备 而是在于一些外在因素 当然这些东西 我们都只能 只能 尽力而为 有些东西 我们会尽力把最好的数据 呈现给有关方面 去让他们了解 我们的备战 和我们的这个安全措施 已经是做足了 那么 也不会 为社会再带来一些 劳乱 这种情况 来让他们 更有信心去允许我们 去参赛各方面的东西 那么年终总决赛呢 因为现在 似乎还没有达到一个 很理想的状态 我们在各个项目里面 要挤进 年终总决赛的名单 还没有非常完美 对 还有一些还在拼 那么你觉得 接着下来的机会高吗 其实我觉得 机会是有的 那么 之前还没有 这个丹麦的公开赛之前 其实他们很多都在前8里面 那么当然现在可能 指甲是排第10 然后 呃 南双是排 第9 第9 那么混双还是排在前8里面 OK 那么我觉得 呃 只要把这两战比赛打好呢 确实机会是 是 是蛮大的 机会是蛮大的 那么当然 就是得回去 就是他们 我们的 球员 他得有一个整体实力 能够 呃 足够去面对任何的对手 那个是 大前提 嗯 那么有这个本钱 有这个实力的话 那么其实到时候我们 呃 遇到谁的话 我们都不需要太过敬仰 因为本身 年轻球员 本身就是应该 向任何的对手去冲击嘛 那么 有这个心态 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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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战的 过程的话呢 我觉得 呃 没有什么需要 太恐惧的 其实 OK 好 谈过了很多都是我们球员的一些表现 接着下来呢 我们要请钟翰呢 来评价一下自己呢 在这过去两年的这个表现 不过呢 如果正在听节目 跟看节目的大家 呃 你想要每个星期呢 都追踪我们的羽毛区的一些项目的话 或者是一些消息 你都可以到 呃 就全体育网的这个网站哈 My All Sports 或者是呢 就是在我们的YouTube Channel啦 或者我们各个Podcast的平台 那么来收听 呃 或留守我们的这个节目 那记得呢 这个节目呢 是由呃 全体育网呢 就是为大家呈现的 那如果你想要分享的话呢 欢迎在我们的这个脸书那边 从这边呢 转载出去哈 好了 那刚刚都是讲球员 是 现在要回到你的身上了 OK 钟翰 你你你给自己过去两年的评价 你的表现 打几分呢 如果我们说 零到一百分 我们最喜欢叫人家打分的 哈哈哈哈 你会打几分 我也喜欢 哈哈哈哈 知道我喜欢打分 你喜欢打分 没有被打分 为自己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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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觉得 75分吧 75分 75分对你来说 是一个怎么样的 是合格 还是不错 还是其实 嗯 没有达到标准等等 呃 不错 呃 但 呃 我期待更好 OK 嗯 那你觉得还有的那25分 是在哪里呢 呃 其实就是说 比如说 我们始终是 马来西亚野猫球队吧 嗯 那么你马来西亚野猫球队 呃 当这两个因素连在一起 马来西亚和野猫球 就比如说 你在说着 英国和巴西合足球 OK 那么 你说我们有在 在前世 有有有有有球员的话 前半有球员 呃 不错 嗯 真的不错 但 却不足 是 呃 我们必须是 呃 有那个信心和决心 这个决心非常重要 嗯 我们必须是在前世 嗯 你有这个决心去前世 然后所有的 各个单位的引擎 才会以 这个目标来 来运作 嗯 那么那么我们才能够 期待会能够 啊 很快的 尽快的能够到达这个位置 但是现在来说 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这样子的球员 嗯 啊 但是我看到 有这个 有能力达到这个位置的球员 有 但是我们还需要在 努力的 大家 球员本身也好 本身啊 啊 教练团也好 还有各方各面的一些 啊 我们的一些协调性啊 的 总动员 比如说我们的 physio 我们的这个体能训练师 各方面的 大家都 很努力的 以这个目标来来 这个目标来来冲 嗯 那么我觉得 暂时来说啊 我们还没到嘛 所以 所以这25分 包括在里面 也包括一些主要比赛的一些奖牌 如果能够开始 很稳定的 摸得到 贡献的话 那么我觉得 可能我能够再把 自我打分 这个分数再往上调 OK 好 那我们让你来评价一下 马来西亚队刚刚你说嘛 我们希望呢 可以成为列强 是 对吧 可是在我们之上 如果我们纵观这样子看的话 局外人看的话 是 可能有中国啦 啊 我们有日本队 中国日本队 然后印尼队 恐怕也 也还在我们之上 那你会怎么评呢 我们 我们其实现在在哪里呢 嗯 我们综合 综合综合的一个平均实力 我们可能排在第七 第八吧 就是在世界排名里面 就是国家队的综合实力 我们大概在那边 我觉得如果 你觉得在我们之上的 像我们刚刚说的 像我们之上就是 比如说中国 日本 印尼 这个绝对啦 是在我们之上 那么可能还有 韩国 丹麦 泰国 甚至是可能 台湾 台湾 但那个我觉得 可能没有啦 毕竟可能也不是像我们这样 比较全方位 各个项目都有的 嗯嗯嗯嗯 所以我们还可以学习的对象 中日 可能是韩国 像我们刚刚说的 丹麦 OK 还有吗 呃 我觉得我们是以他们这几个 为主要目标吧 OK 就是呃 呃 专注点可能必须要 要要要要要 要专注在几个点上面 然后 五个项目里面 我们必须有一两个项目 先带头冲上去 嗯 因为 整个团队 大家一起训练 呃 最伟 最最伟大的一个力量 就是渐渐 渐渐的一个力量 你渐渐的 创造了一个文化 嗯 创造 创 渐渐的去创造了一个 很努力的训练方 呃 训练环境 嗯 创造了 大家都很能 很能聘 很很 很呃 就是不怕人 不怕对手的一个 一个一个环境的话 那么那么这个渐渐成型的时候 需要通过一些 顶尖的成绩 就是说可能 男单男双里面 他们先 把这个成绩 甚至混双 先把这个主力的成绩 先带上来 嗯 带出希望 因为人是一个 呃 要通过希望来活下去的 的一个动物 嗯 我们必须通过这些点 来 把整个团队的那种 士气提上来 嗯 因为因为现在 大家可能 觉得行 但是 信心和士气上面 不是很足 OK 就是说 每一个球员 都可能会遇到问题 但是强者 是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是马上克服 弱者 是认 他是认怂 OK 就说啊 就这样子吧 也不错了 嗯 我现在的水平 就这样子 我应该是还没有到了 啊 就是 他可能有时候就说 就因为这个思维 就是觉得 下一次吧 但是可能 如果换个方向来说 既然能够接近 把这个比分 打到这个程度 18平 19平 那么就说明 你有能力把这一次拿下来 而不是下一次 是 那么有时候 这个决心 就是也得体现在 平时训练里面 这个 核心价值 已经在那边了 嗯 那么有这个核心价值 来推动所有的训练 和所有克服问题的 这个解决方案 嗯 那么我们才会 把一批 有狼心的运动员 念出来 嗯 我很好奇啊 其实呢 在整个组织里面 教练总监的 话事权有多大 嗯 因为毕竟呢 队上还有委员会 对 还有会长等等的了 当然还有轻体部 嗯 所以呢 其实你的决定权大吗 就是说我今天要用 怎么样的策略去训练 甚至是说 我今天要给运动员 怎么样的福利跟照顾等等 你有这个话事权吗 有 决定权有多大 那么直接说就是 可大 可小 OK 没有一定 为什么 没有一定 为什么这样说呢 那么 你权力多大 得看人家有多相信你 OK 对吧 那么你 你最得力的一个助手 他说什么 基本上 你说可以啊 行啊 你从来没出错 没懂 没懂乱一个 没懂漏一个 麻风窝 是吧 那么你所有的决定都 基本上带来正面的 这是 所有的人的承担 责任能力 甚至是你的 你的能力 或者你的这个决定权 有多大 是通过不断的考验 通过不断的考课 和得到大家的认同 才渐渐的你会被放大 OK 就是你 我觉得综合来说 就是这个权力是得以 尽量以你的能力和实力 来说话 而不是以你这个 你这个 位置所拥有的权力来说话 是 所以要用成就来说话 对吧 那你觉得到现在为止 这两年 当教练总监最大的成就 是哪一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成就来说 它还是一个 持 持续性在走着的一个东西 那么总体来说 可能我比较 骄傲的 有成就感的 就是可能就是 球员方面 对 对 对我在 在训练的方针方面的一些了解 慢慢的有了 更深入的了解 也明白 在这个高要求的 的目标后面 是基于什么的因素 他们明白你 渐渐会有一个公式 我觉得这个公式是大家的收获 好 那么最大的失忆呢 你觉得 哎呀 这个东西一直想做也做不到 或者甚至是有试过但又失败的 有这样的失忆点吗 暂时太大的还没有 OK 太大的还没有 因为觉得我们的起步并不是太高 所以也跌不同 也跌不同 OK 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值得欣慰的事情 不过呢 当然我们不能永远都希望自己在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跌也没有关系的那种感觉 好了 那么明年将会有几个大赛 我们说奥运啦 汤油杯啊 市井赛还有苏迪曼杯 当然像我们刚才讲的 不知道会不会办 但是如果我们以会办的这样的一个前提来讨论的话 你会怎么排 那汤杯应该就是排第一 对不起 那个奥军会一定是排第一嘛 对 接着下来呢 如果真的必须要分的话 那么当然奥运会是中中之中 那么接下来当然就是汤姆斯杯 OK 游客杯这个比赛吧 那么当然我们的男队的这个 这个竞争能力比较强 那么当然就是在这个排第二 然后接下来就是还有的就是这个 市井赛或苏迪曼杯 市井赛也是 我觉得市井赛跟汤杯是并排 OK 是并排重要了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那么当然才才到苏辈 OK明白 所以呢其实整体来讲 你对明年的整个疫情局势会举办比赛是乐观的吗 我会乐观期待吧 因为始终我们只能以这个期待的心态去备战我们的球员 我们不能不能经常以一个位置数来准备球员来训练 因为球员也是需要有一个目标 那么我们必须把这个目标摆在眼前 那么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就是国家国际以联能够尽快的把一些 一些SOP SOP一些比赛的一些筛程能够确定下来 是能够渐渐的通过通过 我觉得要明朗化 明朗化对 是非常重要 不然的话现在大家处在一个不知道该练不该练 当然应该要练了 只是说到底练的这个所谓的行程表 时间表应该怎么排 是 其实还真的比较难 好我觉得我们今天谈了很多很多是关于国家队 对中翰的一个表现 我们来我们来轻松一点点 就是开始来聊一些可能比较题外 甚至是比较假设性的问题 OK 你觉得现在当球员比较容易 还是以前你当球员的那个年代比较容易 你不要说各有各难 我觉得一定会有一个 你读懂了我的心思 一定要跟我说那时候有那时候的难 现在有这样的难 但是就是如果你以你自己做球员来讲 你会宁愿在当初那个年代 还是说你希望现在你是年轻球员 二十几岁这样子 我觉得应该现在会比较容易 OK 现在比较容易 我的球员要骂我了 真的一点都不容易 那就说一说你当初 我觉得是容易 你当初的难是在哪里 是因为你觉得对手太强 不是 也不是 只是说其实对手强一不强 是看你有多强 OK 对吧 那么你有多强 所创造你强的很多因素 可能我要讲和看的角度 是在那一边 比如说现在的这个 科学运动的一些辅助 比较到位 OK 那么也国家的大力支持 那个首先是有了 然后出去比赛的这个财务的这个保证 也基本上都到位的 以前我们还确实 除非你是一线球员 那么二线三线球员 其实那个空间都挺难的那时候 因为经费的一个问题 就算是国家队 那么首先这两个重要的 有得到了比以前更好的环境 那么当然就是第三个 就是可能 现在的这个比赛的机会 也比以前多很多 那么它的排程也比较健康 就是说你在这个水平 你会有这个水平的比赛来打 是 接下来在这个水平 你会有这个比赛 就是整个大环境 其实是非常欢迎 信心的球员去冲击 各有各的平台 对 以前就是可能你年轻或大的 都突然就挤在一起了 就是有时候 就是你被淘汰的多的话 可能你会对球员 创造了很大的一个心理畅商 失去了很多信心 那么现在呢 其实它会让你 渐不渐进的去提升 那么这些大环境都有 另外就是可能我觉得 在一个网上媒体 很发达的一个情况 是非常容易能够吸收 很多的这些专业的讯息 和这个录影的录像 来能够观察 重复的观察 细微的去观察一些 一些球员的动作 要研究得到素材也比较容易 以前我们得千辛万口的去 能够找到一两个 对 很大块的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 硬体方面我们都变得很容易了 OK 所以我觉得主要就是说 现在的资源比较发达 资源比较发达 那么当然 需要 难题就是球员需要 稳住本身的这个心 OK 这个初心非常要清楚 就是说 当初为什么要打羽毛球 另外就是 遇到困难的时候 得清楚就是 自己的大方向和目标没有变 OK 好 那你心中最强的男单是谁 我心中最强的男单 你心中觉得到现在为止 他依然是最强的 我们不一定要说他的成就 拿的比赛的多寡 就是纯粹是一个很主观的最强 对 我觉得我能 我会说是林安和宗伟 这两个吧 OK 两个吧 两个 对 一般的人都会觉得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喜欢林丹就一般可能没有 那么喜欢大斗力 喜欢大斗力的一般都觉得林丹这个风格不适合 不适合 对 那你觉得呢 我觉得他们就是 其实他们是一体的 因为他们两个的巅峰都是因为通过绝对强的对手 所磨练出来的 OK 那么现在比如说现在为什么我说 现在某某大也是非常强 而且他创造了一个连哪11个比赛的一个世界纪录 当然这些都是非常硬的一些 一些成就 对吧 非常硬的一些成就 但是就是说现在问他的问题是 他们有一个绝对同等水准的一个对手去辩测他 所以他可能容易 他也可能不容易 因为 他一下子就上到了 那问题是他要保持在那边 可能需要有一些外在的因素 但是他有一个好处 而且是隐性的一个好处 就是他是经过林丹和中伟的这个年代的理念 而现在很多年轻一辈的没有体验过 所以在最强盛的林丹和中伟的年代里面 活下来的一个球员 他所体验的这个在速度 战术思维变化各方面的这种速度 现在可能说他是比任何人都高 所以他能够从容的去应付现在很多球员 所以这个是他有的一个绝对有利的一个点 那么Victor他也有 在别的那些可能就不多了 就不多了 可能周天成也有 但是别的那些可能就是稍微的经历过 但是那种印象不够深刻 不够深刻 所以我觉得就是需要如果是他身边的教练团 非常重要 现在就是能够怎么把这种最顶峰的球衣 和这个球风能够把我们的权带上去这个位置 那么如果你能够达到这个位置 就算达不到 你离他不远的话 你已经是以一打十的这个水准了 OK 摩托大现在几乎是所向无敌了 暂时我们来说拿11个冠军 基本上可以说他就是无敌了 那么林丹跟李宗伟 竟然是你心中最强的选手 顶尖的 你觉得是后无来者的吗 应该没有人能够再超越他们了吗 你觉得摩托大超越了吗 现在的摩托大 他可能还 他可能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但是就暂时比较少看到那种巅峰之战 暂时还比较少 能够令你看见就是 热血沸腾的 热血沸腾 热血沸腾也OK的 就是还没有办法带出那种 像我们以前看的很刺激的那种 对对对 那种对战 也是因为对手的关系 连呼吸都有点困难那种感觉的 总会有那几场球 那几个moment 会让你感觉到就是 心跳快停止 这个就是最完美的 那么当然这个时候 会有出现 但是暂时还不够多 暂时还不够多 不过我觉得不能说没有 总有机会某些天才行求员会能够 或努力行求员会超越这个高度 但是就是暂时来说 可能还没有非常实际的一个例子 暂时没有 OK 那么接着下来 如果我们来问一些假设性的问题 我们看看中翰会怎么样临时的来发问 在这个问题表上是没有的 OK 我们可以翻过来 不谈这个了 OK 好 德多利已经退休了 那他是明年我们的奥运代表团的带领者 对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有一天德多利也会为国家队效力 效力 可能是我不知道教练 还是教练总监 还是怎么样 你有想过这样的一天吗 其实他一直来都在为我们国家队效力 效力 因为经常心我们都会有 寻求他的意见 寻求他的意见 去跟他有一些简短的一些聚会 沟通一下一些我们要接下来要走的政策 各方面的东西 还有一些球员方面的一些个别看法 包括政策或者是训练方的一些小细节 我们都会有沟通 那么因为他的多年的大赛经验和他的打球的高度 是非常宝贵的一些资源 我们是尽量 他也很毫无吝啬的去愿意跟我们现在的团队去分享 所以我们是尽量的在配合各方面的东西 所以他没有特别表达过说他可以正式的成为像教练 没有 我觉得他的位置是能够在一个更大更宽的一个高度 他能够更大的去发挥他的效益 搞不好不在体系里面可以更轻易的提出贡献 是这样的意思吗 不是 就是说可能他能够在政策或者是一些资源方面的一些调配 各方面的东西 他可能也有他个别的强项 能够去提高现在的整个乙种这方面的价值 就是包括对球员 对一些资源可能是赞助方面 都很多各方面的东西 而且他都不断的 与我知道的这个情况 就是他都不断的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方法去协助 运动员甚至是国家对乙种这方面的一些协助 他都不断的以他的能力去帮忙 OK 那如果让你来想象一下 你离开教练总监这个位置 或者是离开乙种 会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什么条件跟原因跟因素会让你离开 可能是自己自愿 还是说你会一直做到 可能乙种觉得好不需要你的服务了 你才离开 都会有这种可能性 就是可能有时候就是到了一个程度 就是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把这个成绩带上去 那么就是时候离开了 让可能更有能力的人来借这个位置 去把国家对债往上推 那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潜在会发生的东西 那么另外可能就是 我有另外别的发展或什么的话 那么这些都是会出现的位置数 例如呢 例如卖打架鱼 例如卖榴莲 你有想过其他的事业发展吗 其实我本身也有自己的一些东西在做 就一直都有 一直都有 就是在外面也都转过圈 转过一个圈 那么自己有自己的球馆 各方面的一些小生意的运作 跟羽毛球有关 跟羽毛球没关的也有 都有 都有 那么当然了 就现在只是 尽力的把自己的所有的尽力放在 羽毛球在这方面 而能够希望再通过 我在这个位置的时间里面 努力把国家的成绩带上去 主要是这样子 这段时间你有观察到 马来西亚的球迷们 对鱼总 或者是对国家队的一些看法吗 你有特别去观察这些看法吗 还是你会 不看 就是反正就做自己的 就不管外面的 因为外面有很多不同的语言 跟 就是很片面的看法 毕竟我们都能够接受的 就是可能 比赛的这个表现 对 一看比赛表现不好 开始语言就来了 是 是 你会特别去关注跟照顾这块吗 呃 在 社交媒体方面 我可能 坦白说 我并不太去跟我球员的一些 不太活跃啦 我不太活跃 那么外面那些有啊 看看你们的 哈哈哈哈 我们的报道啊 你们的报道啊 是是是 可能我要迈一下这个东西 哈哈哈哈 对 就是我们全体育网的报道 那么有时候 如果有一些球迷 甚至是可能你的朋友啦 对 跟你说 中翰不行啦 现在这球员怎么这样子啊 有有有 确实有的 对 你会怎么样应付 其实就是我 呃 之前可能我 我刚才想说 刚好没说到 现在我就 可以补充一下 因为刚好就补充一下 就是可能有时候是 每个人会有自己的看法 但是我们尽量就是说 为什么要做科学运动 就是因为要把东西 变成数据化 是 如果用数据化来去解释 某一个东西的话 那么很多东西就变成 不再是你对或我错啦 OK 而是数据说 呃 走这个方向 成功的发现率在哪里 我们所有 到最后 运动员能不能够进步 要不要改 嗯 改进某些东西 或者是保持这个 这个方向的训练 嗯 都存在于这些数据里面 这些数据里面 可能就是告诉我们一个数 其实它就是一个数学题 OK 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巴选率 OK 巴选率高的东西 在我们眼前出现很多的一些顶尖球员 他们经常用的一些 呃方式 做法啊球衣啊 就是说为什么电视机会经常出现他们的影子呢 嗯 因为他们成功 OK 因为成功的球员 做这个动作的球员 很多都能够把他们带上来这个位置 就是说 这个动作它的成功率是高的 嗯 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创造自己的东西 而不去把好的东西 呃 啊 借过来用的 嗯 很多时候其实答案已经在眼前 OK 很多人已经答案在眼前 所以所以只需要是 其实最重要是沟通 嗯 把很多东西不沟通就会变成一种敌对状态 嗯 你有你说我有我说 但是我们把这个放一边的话 可能是说 我们通过 啊 录影的啊 影像的一些一些浓缩 他们的一些数据出来 就是说 巴选率已经在这边了 嗯 接下来怎么说 OK 啊 那么把一些 呃 呃 我说的这些一些摩擦 摩擦是必须存 必定存在 有人在的地方就会有 嗯 但是把这些摩擦 剪到最低 嗯 然后把解决方案 摆在前面 嗯 那么我觉得这样子去走的嘛 的话呢 那么我就能够把很多的 啊 不同意见 的人 可以跟他们解释清楚 嗯 因为数据是不会骗人的 嗯 但是人说的这些 每个人说的话 他会有自己的 不同的观点 是 啊 但是数据是不会骗人的 OK 好 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最后呢 就要问钟翰这个问题 啊 我不希望你再回答我说 啊 看时间啦 可能看情况啦 嗯 多久之内 我们可以再有一个 世界第一的球员 不管今天是单打 还是双打组合 嗯 我们曾经有较多利 让我们马来西亚呢 站在世界第一 南单的这个位置 相当久一段时间 OK 现在我们就要期待了 什么时候才会再有一个 世界第一 你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 合理的期限去期待吗 五年 十年 十五二十 还是怎么样 呃 我觉得世界第一 呃 现在是2020 2020 时间都不能过了什么时间 就是希望 我觉得在 2024 2024 或之前吧 OK 好 四年的时间啊 我觉得呃 可能很多人看了这段 就哇 那么乐观啊 但是毕竟了解国家队 跟了解我们所有羽毛球员的人 其实就是钟翰 因为你看的是最透彻的 我们外面的人 其实还真的不晓得 里面的进度是怎么样啊 或者是可塑制裁有多少啊 还有很多年轻的球员 未必是我们经常会接触到的 接触的人就是你 所以如果你说今天有信心的话 我们当然是非常相信你的 谢谢 呃 我们是以这个目标来 来来来去推进嘛 向前推进嘛 那么我觉得 这潜在的世界第一 人选或人才 我们是有的 但是呃 天分是呃 成成功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还需要靠很多后天的努力 在那边 嗯 运作 还有保持 所以这方面是我们会去做的事情 OK 好 那么最后呢 就以教练总监的一个身份 来跟我们所有的运动员们说吧 因为现在在看的 就包括你旗下的弟子们 OK 可能还有一些是很年轻啊 还在可能州啊 县啊 在校队里面在打着的 大家都很期待 可以帮马来西亚的这个羽毛球 我们的羽坛 把它打下来 你有什么话对大家说 呃 我觉得呃 参与羽毛球 这一个运动的所有 总体人员吧 嗯 啊 我就希望大家啊 保持同样的这个日情 和这个新信念 去进行每一天的训练啊 无论有多苦 多辛苦 那么我觉得啊 只要有这个信念和目标 还有不断积极的去 寻找解决方案的话 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成功的 OK 大家一起努力 谢谢宗瀚 训练的道路是痛苦的 但是你不是孤独的 其实大家呢 因为热爱这个羽毛球 都会努力的走下去 当然呢 全体育网呢 也会不断的去支持大家 那把最新鲜的 最第一手的这个资讯呢 传递给我们所有的读者们知道 当然也要锁定每个星期 都会上传的 不然叫社交媒体啦 或者是podcast的 这个美洲舆论 好 最新呢 就谢谢我们的大咖 黄总汉啦 谢谢你 谢谢 谢谢杰西 Thank you Thank you